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欢迎大家收看百坑讲坛第246期 那么这个第246期呢 又有两大巧合 首先关系到每位观众的呢 就是你会发现 不管是虎牙的观众 还是B站的观众 弹幕都回来了 大家可以一边看弹幕 一边看视频的 也可以一边发弹幕 一边看视频的 非常开心对吧 那么这次的升级 具体会造成怎么样的影响 我也不知道啊 因为可能要大家发弹幕 发了多了以后才会发现 其中到底有什么玄机 不过我本来就抱着一种 这个希望大家可以文明发弹幕 就是发出来的弹幕呢 让大家看着都开心 这样才比较好 然后我这边的对那个 弹幕举报的清理呢 一向是非常勤快的 而且B站之前就很严格 同一条弹幕被多人举报 好像只要有三个以上不同的人举报 这条弹幕会被自动消除 而且在自动消除之前 如果举报的人数过多 这个发弹幕的人本身还会被 在这个视频里自动禁言 就B站本身就很严格 所以说呢 这个这次的升级 我想对大家影响应该也不大 那么这都是小事 我本身也不是太在乎这个 还有一件事情呢 虽然跟大部分观众无关 但是呢 每个人一生一般都要经历一次的 那就是传说中的高考要到了 大部分地区的高考是7号8号9号 部分地区是7号8号或者8号9号 那么上海地区呢 是7 8 9 3天 我呢是希望大家看这个视频的时候 或者看这部录像的时候呢 是已经高考完了 高高兴兴的在看 而不是明天要高考 现在还在看 当然了 你说高考之前想轻松一下 对吧 回忆一下愉快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可以 但是呢 时间已经过去了 前两天直播的时候我就说过 就是高考的前一周 这7天里边 除了最后一天之外的 那个6天 有一天出去专门玩一天 是很不错的 因为我当年就是这么做的 我当年就是高考前一周的7天里 我有一天一整天 全部都在外面玩 就没有回家过 两顿饭都是在外面吃的 午饭晚饭都是外面吃的 然后一下午跟几个朋友在那个 在那个量饭室KTV里面 玩了一个下午 那是我印象很深刻 是礼拜二 然后后面之后 我就投入到紧张的复习中去了 然后整个人很放松 之后又有足够的时间 可以恢复过来 今天绝对不行 如果你真的明天要考试了 不管是不是高考 也有部分人 马上要期末考试了 不管怎么说 你最好关掉视频 想一想 你既然选择 做我的粉丝 你就听我一点话 该关的视频关掉 该关的电脑关掉 好好学习 静下心来 我跟你说哪怕你什么都不做 坐在那边冥想都可以 千万不要沾根学习以外的东西 因为如果 如果今天的视频的某一个片段 印象让你觉得很深刻 到了第二天 你考试的两个小时里面 至少有两三次会回 脑子里会浮想起这个片段 然后你某道题目就有可能做错 或者时间来不及 因为高考的时间是非常紧张的 我在这边劝告一下各位 好吧 那么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祝福大家 因为如果你考得好 就一定会有人被你挤掉 所以祝福大家什么的都是假的 我只希望大家做最好的自己 不要后悔 好吧 那么平时我摆根讲谈片头的废话 说的都很多 今天也很多 但是今天这些比较重要 说到这里 我想也交代的差不多了 我们就开始吧 好吧 好 我们首先呢 今天还是有成像碑的这个录像呢 那么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是第二期成像碑 第二期成像碑 那么上次呢是 这个你会发现上次的人 跟这次的人是一样的 没错 成像碑的第一期跟第二期 是同样的八位选手 那么南方为归 叶英 且复黄泉 熊哥 然后侧谋 咸鱼 还有龙之戒 这七位选手没有变化 那么我用的还是可女神的号 之后可能会用天翼的号 因为天翼的号有神思码 可女神的号什么都好 就是没有神思码 我们先来看这一局 是孙亮主攻 我呢是针锋相对的选了一个元素 你会发现孙亮主攻 你选了元素以后 看到这个技能没有 就有点像两方的 在下象棋一样 他是红方主帅 我是黑方老江 然后场上有三个五谷 双方已经准备摆开架势干了 然后叶英很幽默的 先开了一个小规模五谷 这个五谷风的只能 只有三个人 因为其他人都不在 孙亮的攻击范围内 对吧 孙亮也不是什么新将了 也不用科普了 但是这个五谷开的还是不好 因为季康跟曹冲这两个人不像中 哪怕有一个像中 你开了就是了 你不像中 有点像给两个反开的 所以不舒服 而且勒布斯鼠还漏出去 勒布斯鼠还漏出去 有点奇怪 好 这边曹冲 这边叶英起手真的很奇怪 就是他一直打曹冲 不过叶英装这个神家衣 这个不是黑点 不是黑点 因为徐氏是跳钟的 徐氏跳钟的 所以说他神家一想扔掉 就可以扔掉了 这边曹冲比较奇怪 没有开涛源 没有开涛源 直接吃涛了 讲道理开涛源不亏的 对吧 但是他气顺手 肯定是跳反的 他跳反 我也气啥跳反 大家都跳反 这边神吕萌 一开始是拿了个勒布斯鼠 划刀 攻心了这个 介化驼 跳了钟 那么我这边前面 是把红桃的火纱扔了 就是这神吕萌 十有八九是忠诚 对吧 所以就把那个火纱给扔了 当然不扔也行 因为神吕萌 不一定攻心你 这种扔桃源的草冲 手上很有可能有桃 神吕萌也有可能 去攻心草冲 所以说这个火纱扔 跟不扔都有道理 这边到徐氏了 徐氏是 首先没有顺神吕萌 所以算是跳钟的 然后 这边徐氏呢 这个打孙让香 打得挺狠的 说实话 就是我跳 就是我元素也是好钟 因为孙亮可以立军给我的 对吧 但是我跳了反以后呢 其实华佗 姬康都可以飙反了 孙让香是很像钟的 感觉侧谋这个去忙 孙让香忙的 有点冲动啊 当然了 还有一种可能性 因为这个人是龙之介 就一般来说侧谋呢 不至于说 看到个孙让香 无果的 后面是华佗 姬康之柳 我这边也跳明反了 他还去打 就因为这货 是个龙之介 这个可能就管不住 我怎么就管不住 这手呢 对吧 所以我也不怪他 果然这货是个钟 看到龙之介一跳钟 侧谋心理是拔梁拔梁的 然后这个真的强啊 孙亮三无钟 我跟你们说啊 之前你们看到的孙亮主公 都是路人局的孙亮主公 就看到这个孙亮主公 要么是独木难支 要么一个人靠那个 靠那个 撤证没什么用吗 对不对 靠那个溃猪苦苦地打输出 千辛万苦开出一条路 你再看看这个孙亮 吓死个人啊 吓死个人 三无钟 然后我这个元素 就是白选的啊 我这个元素 我早知道我不选元素了 对不对 这边季康是 觉得这个孙亮没什么用 直接乐吕蒙了啊 如果是普通情况下是可以的 因为这孙亮装了神嘉义了 但是这边有徐氏啊 对不对 所以说浪太浪了 这边有徐氏的 还是对技能不熟悉 另外的话 神吕蒙本来就有麒麟弓 他想拆神吕蒙的乐是拆得了的 所以说激康这个乐没有贴 是有问题的 就是目前为止的话呢 这个算得上失误的 也就激康那张乐 一圈下来问题不大 那我没办法啊 只能默默的弃牌 这个摸的牌不太好 而且没有 没有蜀国的啊 让人觉得很头能 这次 这个 吕蒙的牌还可以 我这边是 死死的捏着这张无限没有用 怎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死死的捏着这张无限没有用呢 因为我觉得 首先这个话筒是保不住的 这话筒保不住了 这三个人你想保话筒不可能 所以说 曹松那张牌顺不顺 问题不大啊 不想保话筒了 其次呢 就是这可能是 反对唯一的一张无限可击啊 我的直觉告诉我 这张无限可击很有用 但是当时在直播的时候呢 喷这张无限不打的人还挺多的 那我们静观其变吧 这边 吕蒙是借刀徐氏杀自己 不是 不算跳内 跳内应该是借刀徐氏杀孙上香 但是他借刀徐氏杀自己 但徐氏毫不犹豫的出杀了 这感觉就是徐氏跳内 但是吕蒙反手就给了徐氏一张过去的CD 把徐氏的头给扔了 就这俩货真的有一个内 但是到底谁是内呢 这个我不好说 我不知道是吕蒙在报复徐氏 还是徐氏真的是内奸 还是吕蒙其实是内奸 这一下子让我这个反贼坐在这边也蒙了一下 然后徐氏先决斗我 仿佛是在告诉这个世界 他不是 仿佛是在告诉这个世界 他不是内奸 然后他就毫不犹豫的把这个攻击范围内的吕蒙给宰了 包括孙亮也比较信他 给立军的 然后你们会发现一件事 看到吕蒙这张无限可击丢到气牌堆了没有 看到这张无限可击丢到气牌堆了没有 为什么这张无限可击不打 除了觉得宝化托没有意义之外 还有一个原因 我知道有无限 我知道对面有无限可击的 对吧 知道对面 因为读条是可以读得出来的 我无限只要取消的快一点 就能知道对面有无限 我去打了无限就是病掉 最好的方法是等内奸跳了以后 中内之间并无限 于是乎这张无限可击就巧妙的保下来了 这边 说实话 侧谋这个人打牌是真的狠 我应该是 我虽然打牌也挺狠的 但是那是在路人局 路人局我狠 群内局我是属于那种偏软的打法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群内局我打的不多 我路人局打的多 群内局打的少 所以说群内局的排风比较软 然后路人局的排风比较狠 侧谋这个人呢 是打那个路人局的排风比较软 然后打群内局是打的非常狠的 你看他玩路人局 袁绍都喜欢那个屯江过的 不设 但是他打群内局打的特别狠 他判断出吕蒙是内奸以后 是毫不犹豫地宰掉了他 而且他觉得这个局面对他非常的有利 你看其实反对有逃的 就是不想保这个话 大家思路都差不多 这边你看反对套其实挺多的 这边的话呢 季康又打了一个争议手 就是前面季康乐孙亮肯定是错手 没乐孙亮肯定是错手 但是这边 他有机会崩两下孙上香 他没有崩 没有崩 这个算争议手吧 就当时的话呢 黑他 黑季康这一手的人很多 当时黑季康这一手的人很多 但是 事后想想 孙亮肯这么容易被两崩崩死 也不太可能 龙之介其实手上 续爆了加一根桃子 就等着季康来崩他 所以这东西只能说个争议手 只能说个争议手 但是呢 如果是我的话 我还是会崩的 因为反贼已经劣势了嘛 走投无路了 对吧 你也不用想这些了 啪啪两下打掉两血 哪怕孙亮肯活下来 那他也只剩半条命了 对吧 这个局 就看谁能先干掉一个了 这边 咱们还是死死的捏着这个无邪可击 死死捏着这个无邪可击 动都不动 任你横行霸道 我自窥然不动 横行霸道 窥然不动 这边 叶英是 我以为这个叶英想收两个 结果很奇怪 不知道为什么 他要这样打 因为曹冲手里有名桃的 曹冲手里有名桃 要么打狠一点 鸡康跟曹冲一起崩 那曹冲 称相没有称到桃子 他就救不了鸡康 对吧 最多称个装备 那翻面 鸡康活着 他等于是翻面了一个 然后我元素中乐 然后 顺上将徐氏联动 大优 对吧 但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杀了一刀 然后这曹冲有个名桃 肯定是那个的 但是大家要注意到 就是这边徐氏凉血 然后排队只剩26张了 这也是个关键节点 所以说叶英这手 肯定是不对的 他要么砸两个 要么就索性别打了 对吧 再耐心等一会儿 等这个徐氏辅助 还有一种解释 就是这个孙亮 想强行催手排队 让我来吃这个辅助 那就是操之过急了 好 这边曹冲是暗示要收这个季康 然后徐氏通过判八卦证 使得这个排队即将进入20张 这个曹冲即将进入徐氏的射程范围内了 那么打到这里呢 我认为姬康这一手又打的不对 他应该去把牌给曹冲 不是把牌给 把技能给曹冲 为什么说把技能给曹冲呢 因为我是中乐的 大家要注意了 这张无蟹不是名无蟹 全场都不知道这张无蟹到底在谁手里 只有我自己知道 对吧 他把这个技能给我 我中乐没有用的呀 对吧 当然最后出来是一个完全没有卵用的和谐 那如果出来的是 姬险猎险的 姬险猎险的话 曹冲 比如说如果是 那个就是赤桃回血的 赤桃回血的是猎险 赤桃 他就可以直接崩孙亮血 对吧 如果是姬险的话呢 那个徐氏如果辅助他 他就可以去崩孙亮 对吧 所以说应该直接给曹冲 另外的话呢 这个觉想这个技能还可以 让徐氏的那个辅助的效果变差 因为曹花刹就打不到曹冲的身上了 总而言之 言而总之 这个觉想给我肯定是没有用处的 好 这边曹冲很争气 但是孙亮也很聪明 你看 对吧 这个曹冲是收到逃了 好 那么到我了 那么到徐氏的选择了 那徐氏要不要辅助这个曹冲呢 讲道理辅助曹冲也行 对吧 但是他没有这么选择 他没有这么选择 然后 我这张逼了一万年的 无蟹可击 一刀九杀 载掉射量 游戏就这么当场结束了 当时这个游戏特别有意思 就是 曹冲的那个辅助的那个位置啊 徐氏想了很久 后来没有辅 你们想想看 徐氏为什么没有辅助啊 因为连侧谋都没有想到 无蟹竟然是在我原术的手里 那张无蟹可击的毒条 从吕蒙那个位置 从吕蒙死开始 那个毒条就一直在 季康吃兵 曹冲吃拆顺 还有各种万念启发 就是不出无蟹可击 那四个人都觉得 这张无蟹可击好像是主中的 怎么看都觉得是主中的 所以侧谋的算盘就是 曹冲过了 我原术种勒布斯鼠 吃个福猪 当场去世三威一赢了 结果呢 就是这张捏了一万年的无蟹可击 成为了这局游戏的胜负手啊 还是非常值得大家学习的 就是无蟹可击用在刀刃上 当然了 我今天这个视频一出 很多那个 右倾的这个玩家 可能会觉得说 我以后无蟹可击要留一下 但是呢 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左倾的玩家 什么是左倾的玩家 就是 无蟹可击永远留在手里 就是不出 就是不出 激进吧 觉得这个无蟹可击一定会有更重要的用处 一定会有更重要的用处 那也不是的 无蟹可击用在刀刃上 该出还是要出的 只不过刚才那局就没必要出 下一局啊 好这边是一个陈琳啊 一个陈琳 啊不对不对 这个 不好意思啊 那个 陈像碑还没讲完啊 还有一局 上个礼拜是讲了三局陈像碑啊 那么 也不是每一局陈像碑都有 都有这个价值拿出来讲的 那么这是第二局啊 这也是 今天就这么两局啊 好 那么这次呢 是补偿一下侧谋啊 用了侧谋的视角了 刚才那局侧谋被我耍了 然后上周有一局 本来也想用侧谋视角的 结果侧谋的视角被弄丢了 那么今天这局 其实这局我张聪的视角 也是很好看的 但是呢 补偿一下 补偿一下 用那个侧谋的视角 然后我们看到龙之介啊 全场交点龙之介 他是鲁之主 然后侧谋选择了一个 非常好的忠诚 叫布志 我们看看游戏怎么样 好 这边鲁之是直接选择轻忠 胆子很大 他直接选择轻忠 那么既然鲁之直接选择轻忠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 就献图给鲁之了 那么问题来了 张松是跳钟了 没错 那么他值不值得信任呢 这件事情就很搞笑了 我跟你说 鲁之选择轻忠以后 如果是张松反贼 这个时候献图给鲁之片排 这是基本功 这不是什么高端玩法 这都是基本功啊 你知道吧 因为是鲁之先轻忠 而不是张松先献图 如果是张松先献图 鲁之有机会选择 是否轻忠 那么张松 他的中面会高一点 现在你鲁之先轻忠 我张松献图给你 难道不可以拿来片排吗 完全可以 所以说这个游戏就很有意思 那么龙之界怎么做呢 遇事不绝开南蛮 这是一个 这是他打的第一个错手 打的第一个错手 当然了 这是他打的第一手 这是这局游戏的第一手 这也是他打的第一个错手 这也是他打第一手 就打出了错手 所以说目前 他的错手率是百分之百 这个南蛮入侵一开 任何一个反贼有杀 出杀 然后我张松假设是个中 没有杀 啪 这个牌就归反贼了 这还是 这还是一般情况 现在还有特殊情况 这有个董允 董允把张松一挡 自己出个杀 这一包牌就归 归这个董允了 你准备怎么办 你准备怎么办 是不是没法玩了 好 夏娥士已经出杀了 陈琳也出杀了 但是这个董允他挡了自己 然后我张松正好有杀 所以说这个董允啊 错失良机 本来有一个很漂亮的妙手 没有打出来 然后龙 然后这龙之剑是 缓缓地输了一口气 默默地把牌给了这个张松了 给了这个张松了 那么到布置回合了 那么问题来了 布置 现在我们知道 策谋他是一个忠臣 那么策谋可不可以是反贼 给鲁之牌 然后骗张松给牌呢 也是完全可以的 骗一张拿两张 而且张松手里那么多牌 张松很有可能会给 就是手里比较好的牌 因为张松在墨之位 对不对 也是可以的 这个东西就是个正反逻辑 你看吴中联弩就过来了 吴中联弩就过来了 那么问题来了 那么对为我张松 是怎么想的呢 其实一般来说 也不一定要给 给的话冒很大的险 那为什么要给呢 因为这个主公 他是个龙之戒 对不对 主公他是个龙之戒 就意味着这一局 如果你是忠臣 你还不信策谋 这个局就非常的难打 而且龙之戒 第一手就打错了 对吧 这后面只会越错越多 那么在种种机缘巧合之下 毫不犹豫的信任策谋 于是乎策谋正好 连弩杀 再加吴中生勇 打一波 这边策谋是很疯狂 很疯狂 这边火攻亮草花 这个熊哥还是挺机智的 你不是掏脸弩出来吗 对吧 你不是掏脸弩出来吗 我就亮草花 熊哥还真黑不动 这边司马辉反贼 然后这边不让司马辉出来 这里也有一个争议手 就是到底是不让司马辉出来 还是保张松自己的勒不思蜀 我前脚刚把司马辉 然后前脚刚把司马辉的勒给挡了 后脚反贼的勒不思蜀就会贴过来 这是很有可能的 因为一圈游戏打到最后一个人的时候 差不多排队会到70张牌左右 排队会到70张牌左右 也就是说大家一半的牌要消失 一半的牌消失 出张勒不思蜀是很正常的 对不对 所以说要不要保 这个勒不思蜀 关键看张松的手牌好不好 那么当时的情况是张松的手牌一般 我觉得不让司马辉出来比较爽 然后大部分的牌就是九桃这种 反正也会喂掉 所以说就不让司马辉出来 但是如果保乐 保乐也是很不错的 保乐也是很不错的 另外就是这边有个曹人 你真心想保乐的话 也有可能会被曹人阻止 当然这局曹人是内奸 这边锯手 铁锁连环很凶 然后这边董允打了全场最臭的一个臭手 之前最臭的一手是鲁汁的南蛮 董允这个党自己问题不算太大 因为张松也有可能断杀 对吧 党自己而且还能隐藏身份 不算问题太大 但是这一手就是彻头彻尾的臭手了 本来夏威士是零牌 张松重乐 鲁汁没有办法发动轻忠 祖宗已经崩盘了 结果因为董允自以为是的给夏威士补了两张牌 导致了一个什么样的后果 那我的确是中乐了 的确中乐 不过这个牌你看 其实真的不咋地 五股也没用 贴索连环也没用 连个杀都没有 这无懈可疑是后摸的 真的是讽刺 所以说这个牌其实中乐根本无所谓 我一开始也做好了觉悟了 关键就在于这个董允 这个董允党 我给先喂给鲁汁 先喂给鲁汁 然后换牌 然后喂 吃到有桃 吃到有桃 然后喂了两张 到了布置的回合 到布置的回合 再喂两张 再给 好 那么看到这里我们就知道 反贼的末日到了 这边有顺手牵羊 把白狮子顺过来 然后 这边布置要保我 要保我 就拼命地给牌 这边铁锁连环是完全没有用处的 不要不要想个铁锁连环 直接换掉 聪明的打法 这边有司马辉 有董允允 南曼曼街的效果很差 有可能不小心把我打死 因为并不知道我的手牌到底是什么结构 都是裸摸的牌 所以说先试试看能不能把司马辉摁死 能把司马辉摁死最后 好 把司马辉摁死了 把司马辉摁死以后呢 侧摸的牌序出现了一点小偏差 正确打法是什么 继续无脑给张松牌 然后开南曼曼剑 因为司马辉死了以后 总是挡A挡不了B挡B挡不了A 对吧 再加上自己有个桃 再加上能给张松再补点牌 其实差不多可以了 差不多可以了 然后侧摸可能是牌太多啊 比较累 这个接下来的那个处理呢 稍微有点问题 接下来处理稍微有点问题 他只要继续给张松补牌 就能放心的开南曼曼剑 而且有桃兜底 可以防止张松死于非命的 然后这个时候发现 正好打不死陈琳 要开南曼曼剑了 但是你看 这个南曼曼剑开出来就挺坑的啊 而且其实 其实张松就刚才有桃在的话 可以放心大胆来开的 然后 愣是插一刀 陈琳没死 你看这东西 但是这不是胜负手 这不是胜负手 并非胜负手 但的确是打得不太好 可惜了 可惜了 这南曼曼剑的这个位置 没有能够打得特别特别完美 没有打特别特别完美 而且我张松还要吃一个比吧 那么这边 继策谋失误以后 我也有个失误 就是布置留的这把青龙刀是个名牌 但是布置前面不是丢了一堆装备吗 我就下意识地觉得布置把装备丢光了 就 那个看 想看基本 看到布置身上来 因为陈琳的牌是董允补的 曹仁不用谈了 鲁芝的牌也是布置刚才给鲁芝摸的 我想来想去看基本还是看布置好了 其实仔细想想 看董允和看陈琳都可以 董允基本上留的基本 陈琳的话有一张是董允给的 一张是裸摸的 一张是我给的 对吧 比法牌 还是就陈琳至少有三分之二的概率是基本吧 然后布置的话呢 只有二分之一 因为这张青龙刀是名牌 当然因为前面布置丢了太多废装备了 所以没有仔细看 导致这个联弩的效果一般 不过因为我本身也有两件装备 所以说没有亏太多 而且现在已经不是胜不手了 就是我跟侧谋各有一次失误 但是是小失误级别的 我跟侧谋各有一次小失误 这个董允这个失误是大破了天 你会发现就这么 就咪咪小一个失误 我给夏侯师补俩牌 这都能算失误了 对不起 在高端一点的三国杀局里 这玩意儿就是失误 所以说经过两期的成像碑之后 我们可以看出来 就是且复黄拳的水平呢 也是相对在这八名学手里比较低的 南方违规 南方违规呢 是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 叶英的话呢 水平时好时坏 老咸鱼的话呢 经常打出妙手 但是也有坑的时候 熊哥啊 那个多年的那个帝国杯冠军 资格最老的一位 从第四节打到现在 而且这个水平也是 大家有目共睹啊 孙策是一绝 且复黄拳水平不行 龙之介的话呢 跟且复黄拳 差不多是 伯仲之间吧 策谋跟我 第二期是并列冠军啊 挺巧合的 跟策谋拿了个并列冠军 那么第三期 陈像碑要适当换点人啊 不能老是一桌子人在打 当然我不是嫌弃 切伏黄拳跟龙之介啊 他们还是会有机会 继续来的 好 那么欢迎大家继续 关注陈像碑的比赛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接下来来看观众的投稿 好 这边是刚才被我血藏的陈琳啊 又出来了 七首贾许就有南蛮 我们陈琳有张南蛮 帅呆了 但是贾许的排序不好 众所周知是 先开大再开南蛮的 原因再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 因为先开南蛮 那帮人会把杀出光 然后你再开大 他们啪啪啪掉血 这就是两个南蛮的效果 对吧 而且第二个南蛮 而且你大受不到人的 那先开大有什么好处呢 有部分人会把杀打出去 那么就会有一部分人 要响应杀而出伞 就会相当于一个南蛮 加半个万箭的效果 甚至有可能是一个南蛮 加0.75个万箭 极限情况下 是一个南蛮 加一个万箭的效果 而且有部分反贼 会捅你暴露身份 对吧 然后这个贾许 从刘表那顺了个南蛮 那就更蠢了 那就更蠢了 然后这个贾许是准备 抱着他的大招不放了 这边小桥是唯一跳反 最终还是放大了 你说这不是傻吗 对不对 然后我也挺搞笑的 就南蛮不出啥 一直留着乱舞杀 但是这个是个反 很奇怪 然后这个大收不到人的 这个要收人 就是送给对面收的 很差 左姿杀小桥 跳钟 结果小桥是个死太监 这小桥就是找死 主公开两个南蛮入侵 跟他没关系 他想谈 爱谈谁谈谁 谈谈 谈徐数都行 他不想得罪人 谈徐数都行 对吧 非要去谈主公 就嫌自己命长 这玩意就叫找死 叫找死 那么 其实已经跳两钟了 不应该去问挂徐数的 这个主公真的是 那么到我们回合了 又顺了一个万箭启发 好了 陈琳也能打出神吕布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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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五谷封灯开的有点蒙子 完全没必要开 不开五谷封灯 打死左姿就能直接同死居住了 开了个五谷封灯 反而碍事 一个陈琳效果的神吕布 有多种版本的神吕布 我们来看下一局 好 这边是一个内奸 主公曹丕 选了个戒吕布 戒吕布 万箭齐发 这边场上向反的人挺多的 有点讲不清楚 放了个剑马钞 到我们会合了 铁锁连环 雷莎 哇 大桥找死啊 你知道找死这两个字怎么写吗 啊 听不下来了啊 听不下来了啊 听不下来了 两个物中生有 这里这里 这里稍微有点问题啊 就是 可以考虑 先不杀曹丕 杀这个 就是先杀关羽 看关羽 会不会再去指曹B 这样的话 你可能会更赚 啊 你拿杀去杀曹 然后 指关羽其实不赚 你可以先看这个关羽 啊 你看这个关羽 要不要再指曹B 反正反这头主 对吧 然后你会发现 你这样弄完之后没有桃了 没有桃了 就是 你就不敢打马超了 对吧 很尴尬 其实完全可以 假装没有桃 然后去杀反贼 反贼利誉你 一旦拿桃卫曹 你更赚 啊 那么 证明了马超是这回吧 你看你拿无懈可击去挡利誉 其实是很丑 这边 忠诚在送啊 这个不能送利誉了 啊 不能送利誉了 因为这个借吕布不杀马超 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个 借鲁俊 托管感觉像个内 啊 这借鲁俊 托管真挺像内奸的 啊 托管真挺像内奸的 导致这个鲁之以为吕布是忠 想助吕布一逼之力 那么我们实在是没有桃 这边主视角 没有选择杀马超还是对的 有人说 诶杀马超可以啊 杀马超 马超利誉你可以打无懈啊 但是利誉不到杀的话 马超的人头就白送给曹丕了 不如让这个曹丕 把输出牌打在马超的身上 帮我们挡刀对吧 这个帮我们挡刀就行了 好 马超挡刀结束 好 然后我们这两张无懈可击 都可以拿来对付这个曹丕啊 节奏还不错 冰勒就中了就中了 只要这个八卦阵在 能帮我们挡两刀就行 这边是在防九杀 这边吕布前面也可以选择把连弩拆掉 但是不拆也行 因为有两个无懈可击保八卦阵 这边主视角就是想留这个过拆去拆盾 想速胜 那如果打的更稳一点的话呢 的确是应该把这个连弩拆掉啊 把连弩拆掉是最稳的 万一的八卦阵全部是黑的也蛮麻烦的 最终是用这个戒吕布打出了神吕布的效果 是的没错 人人都应有做神吕布的机会 好我们来看下一局 这边是一个细致财 细致财服董卓主 你小心英年早逝啊 这边场上还有个张让 张让做董卓的中法那也不强 但是张让如果是要装反的话就没必要了 因为董卓不是那种脆皮主 不是那种脆皮主 反而张让自己会成为一个比较尴尬的点 所以感觉这个张让还是向中 那么问题来了 这个董卓的牌已经被拆光了 张让准备怎么办 就在这个时候啊 细致财出现了 英年早逝了吧 董卓主攻选细致财那是很需要勇气的呀 董卓有酒血 酒血董卓你其实才要卖到哪一天 这个董卓的那个酒吃才能用在你的身上啊 这个压力真的很大 这边传播满了 挂闪电过了 我这把公舟而行 我都算是水尸可破 感觉马上要去世了 只能强拆黄盖 希望他没有第二张红杀啊 这伙人难瞒了 那证明张让一定是中了啊 当然有可能张让内 不过不太像 看着再说吧 先开桃园结义 啊 当场给细致财回满啊 可以哦 然后打两个无懈可击 这个他急着证明自己是忠诚 打两个无懈可击也是可以的 幻念启发啊 开始暴虐 回血啊 回血成功啊 再次回血成功 无损先附 无损筹筹 再来 啊 失败了 再来 又成功了 子又生孙 孙又生子 子子孙孙无穷敬也 好 反正直接傻了啊 反正直接傻了 然后我们这边通过这个天度啊 又摸了一堆牌 张让开始问我们要牌了 解锁连环啊 我们这边有名的人王盾的 还有很多名牌 再开无中生有这个张让可以信任 我认为他可以信任 这边顺手欠阳 过河拆桥 这边 张让可以说排序是非常的好了 要说有什么瑕疵的话呢 就是还有一点点的瑕疵 这个瑕疵在哪你们知道吗 就是可以考虑喝假酒 问董卓要一张 为什么说可以考虑喝假酒 问董卓要一张 首先喝假酒 是不会爆的 因为董卓有明目马 对吧 然后董卓有那么多牌 如果他有一张提锁连环 那么这个冠师傅酒雷沙的效果就会 非常的好 就可以一波把对面给端掉了 如果他是中应该这么打 如果他是内就更应该这么打 喝酒骗董卓的帖索 当然了这一切是建立在董卓有帖索 就算他没铁丝 你把他木马骗过来也都不坏了 对不对 就是有这么一点点瑕疵 已经是非常好的了 张让的投稿呢 这个以前蛮多的 毕竟张让的投稿也不多了 因为毕竟是一个比较 毕竟现在武将太多了啊 张让出了时间比较久了 算个过失心一下 收了那么多投稿呢 大部分打的都不打地啊 张让这个武将难度还是比较高的 这个张让打得非常的好 打得非常的好 这个排序很优质 而且运气也不错 大家还看到了董卓跟细致才配合 但是这个真的很巧合 因为必须是场上有细致才算的打得出来 没细致才就张让打空气去 对不对 下一局 这边是主攻视角了啊 看看选个什么东西 选马良啊 这边有一个神六倍啊 二号位神六倍 怎么办 主持角很犹豫 不知道忙谁 忙那个官屏 官屏比较像好人吧 你要分的嘛 对吧 王姬可以直接标反 然后 这还是一个置顶方啊 华雄可以直接标内 官屏比可以直接标反 这么一看的话 这官屏很像中的 怎么忙也忙不到官屏送上去 对吧 一刀九啥打上去 官屏给你龙银了竟然 官屏这个龙银 应该是个中吧 然后神六倍竟然是第二个中 那么问题来了 那个远微夹曲是个什么东西 诶 诶 牛逼了 这个是 神配合 官屏在世也不过如此啊 啊 驱如狗头 有如探囊取物 还不速速临死 啊 当场去世 好大一股杀气啊 没了啊没了 神牌全部用完了 这边给马良加体力上限 应该给官屏加体力上 应该给官屏加手牌上限 这边神六倍这个连应该连在官屏的身上 啊官屏被打残了嘛 这连马良没有用 马良不需要手牌上限 满血的要什么手牌上限 当然这个锁如果我知道了 刘备是知道自己要被打中 因为他没有闪 这个贾许有点作 有九雷沙 没有九雷沙去锁什么 给官屏加上限 还好啊 还好这个官屏是优善 不然的话主攻也危险了 这边华兄毫不犹豫的跳内啊 现在也不是那么好打 没那么好打 哦火攻啊 那王毅肯定得死啊 这给马良收牌不得了的 那我跟你说 这场子里最头疼的就是这个王毅了 王毅死了这个游戏就结束了 就剩下两个白板 一个假许一个化雄 如果王毅活着的话 就算化雄不捣乱 你指望他杀反不太可能 但就算化雄不捣乱 王毅的能力也比较烦人 因为冠屏很容易就会死 王毅死了以后这个游戏就吊打了 这边没有用冠师傅差评啊 我们都等着听培音的 你竟然啊 你竟然不装冠师傅 你看红杀摸不到了吧 对吧 啊在这么多观众面前 你竟然不表演那个 对吧我们都想看那个 你竟然不表演那个 对我们都想看一下那个 啊这太差评了 本来我想表扬一下的 结果冠师傅不装啊 让化雄把那刀红杉给 闪掉了 太气人了 好这边是一个内阶 啊这是一个曹丕主的内阶 选了个无用之照相 搞不好的 啊有难有万有顺手有无限可击啊 一般人也舍不得换 但这是个末之位的照相 二号位黄盖 曹丕主的二号位黄盖 而且我们是内阶 那么这个黄盖到底是个什么鬼呢 啊刀山火海 死亦无惧 先不暴露身份啊 暴露身份黄盖有可能反手来打我们了 这边黄盖是要做苦死盖吗 我跟你说现在苦死盖都快成为一个传说了 啊以前苦死盖是国战主角 现在苦死盖只有身份里才能看得到了啊 当然了国战里 直接直接苦死也不是不行啊 就没血的时候苦 所以这个翻面的黄盖啊 其实打了主攻两血 无中生有 这个也是民反 这个应该是反 司马朗 看到郭家中 本来看到郭家中应该是满头疼 但是我们有南蛮万剑的话 可以让郭家卖血 那就不头疼了 让郭家打工最开心不够 随便这个黄盖最好是我 帝国家陶被踩了 心痛啊 哎呀痛死了 这个没办法啊 想想七手那个无险可击打的冲不冲动呢 也藏不上太冲动吧 这边司马朗没有气两红 他想维持一个掉血的状态 他想维持一个吊血状态 可能是个最强状态吧 哦 还好这个被迷糊是帮撑了一手啊 还好 这南半半间看能不能把黄盖收了啊 不给收 我记得戏里才那儿也有个套 诶 好好好好 我们是希望曹皮来翻我们的 铁锁连环 铁锁连环 来翻我们吧 他不肯翻 哎呀 这个曹皮 是不是识破我们了 识破我们的身份了 无死盖被我们打死了 但是还是有桃 还有明桃呢 明桃还没用完呢 这曹皮不肯翻我们 太可惜了 本来的话这个曹皮全部翻我们 我们这边爆发了啊 这边四枚影啊 目前是四枚影 然后郭家可能是认清出我们的真面目了 不肯给了 当然了我们自己杀也出过了 这边是不贴兵跳内 我的意思就是他没有贴兵量寸断 没有跳内啊 就是简称叫不贴兵跳内 然后这边这个不跳内好的啊 如果去背这个背迷糊跳内的话呢 没有好处啊我跟你说 暂时不让主宗知道 谁是真正的内奸比较好 就贴这个冰量寸断贴这个背迷糊意义不大 不如看等一下有没有更好的便宜可以占 因为总的来说还是背迷糊更像内奸 因为我们的打法上 我们只说打法啊 打法上 这长得实在是太像内奸了 这个照相 这边司马朗跟这个细致财还是很有韧性的 俩决斗 这草皮想了半天翻谁翻我们了 讲道理应该翻国家的 这 反正 反正我跟你说 因为这是个路人局 群内局的话 你贴不贴兵人家都当你是内奸 那不如贴兵算了 对吧 路人局的话 你只要没有跳内的动作 很多人是认不出谁是内奸的 因为路人忠诚太奇葩了 路人选照相中 你有照相 我选照相只是因为我有照相 不是因为照相适合当中 对吧 草皮啪啪两下六张牌都到手了 你前面只要冰了背迷糊 这六张牌是不可能到你手里的 但说实话 这肯定是翻国家的 肯定是翻国家的 这边背迷糊一波大爆发 出钱一钉 一个人吃四 一个人吃四包出钱一钉 你也不怕噎着 你也不怕噎着 这边其实没什么东西好拆了 这过分了 这个就开始送了 变身 变身 变什么东西 这都什么垃圾啊 变了什么玩意儿 变了暴三娘 偷简一 这可以啊 变了个暴三娘偷简一 打黄中去 这边还有火啥 好 黄中死了 然后反手就跳内 把 把被迷糊打死 这边有有点小问题啊 这腾甲不急着偷的 把 把斯玛朗的神家一偷了就行了 把斯玛朗神家一偷了 然后开始偷斯玛朗手牌 把他的闪偷光 偷光以后直接 直接打那个九火煞 打斯玛朗 把斯玛朗打死 你看你这样的话 连弩就被拆掉了 当然也没杀了 就剩一张杀了 很可惜啊 主视角后面没打对 后面没打对 打对的话就好了 正确打法就是 先打死黄中 再打死被迷糊 那个斯玛朗的嘉一偷掉 其实嘉一都不用偷 因为有简一的嘛 嘉一都不用偷 就偷手牌 剩个腾甲先打火煞 打火煞打死了以后 再打戏指才 没打死 再把腾甲拆掉 对吧 再把腾甲拆掉再打 不过不管怎么说 现在局面对我们 还是非常的有利的 哎呀 哎明九你还拍啊 他要打强杀 结果是宇宙戏啊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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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对面回起来了 完了对面回起来了 我家被古丁刀打死了 哎还是前面一招不胜呢 就没想明白 司马朗的那个腾甲 不用偷的 你有火煞的 即使偷腾甲干什么 包括嘉一都不需要偷 嘉一都不要偷 有这样一个男人 啊呸 有这样一个女人 他杀别人的摸牌 啊决斗别人也能摸牌 他可以让自己摸牌 也可以让别人摸牌 别活用 圣读万卷兵书 这个 就这么死了竟然 这个感觉 他觉得没必要贴乐了 好 这个配音太轻了 其实这个声音还挺 其实 其实这个 其实这个 其实这个女 这位女配音演员的 这个声音还是蛮 哎哎哎哎 美女你哪位 我要看的不是 我要听的不是你的声音 我知道你的声音很明亮 但我要听的是那个 就是刚才那个听着像 像那种就没有长大的那种小女孩 的那种声音的感觉啊 就是其实偶尔听听也挺好的 啊就可能是因为这个 平时只能听夜雨的声音 听多了以后吐了啊 对吧 这个所以听听这个抱三娘的声音 虽然有点轻啊 然后台词写的也很一般 但是这个声音听着还挺好的 我们来看下一句啊 好 这次是被迷糊啊 刚才那个被迷糊被虐了 那么这次这个被迷糊 能不能挽回点颜面呢 这边是一个声测主 好两下 这祖格莱被打死了 春哥跳钟了啊 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只要反贼死了那就是好事 反贼死了那就是好事 这个局呢 反贼死了以后想办法让孙策觉醒 跟内奸带着三个反贼对打的也不太好打 最好是想办法让孙策觉醒 但是 我们离孙策太远 然后孙策上下一个点围 感觉觉醒大忌 忘了啊 哎呦这个贺琪其实有两件装备 可能是最近活动场打多了的关系 我现在看到贺琪竟然觉得他是个强将啊 这种想法是不对的 谁是内奸还真不好说 感觉贺琪曹人都像内奸 真的可以打张忠华吗 对吧 你打了张忠华以后 你决斗他张忠华能摸牌 被迷糊也能摸牌 有这样一个女人 他杀别人的摸牌 决斗别人也能摸牌 这样的女人有两个在场上 你也敢打呀 这样的女人 这样的女人后面还有两个 这边张忠华去问卦徐氏 其实呢徐氏是可以 可以反制的 就是张忠华问卦徐氏 徐氏把张忠华问过来那张牌 放在牌队顶 张忠华把 手上的牌用完以后 立刻会摸到牌队顶那张问卦牌 然后张忠华就卡住了 是可以反制的 所以说徐氏只要会完 张忠华这招是无效的 不过看起来这个徐氏好像并不会啊 这边有点头疼 我们这个防御力不太行 张忠华也指望不上 孙策也指望不上孙策等一下 神家一都没了 但是这帮反对不知道为什么 好好地放着卑弥虎不打 非要去打张忠华 我怀疑是内奸在带节奏 应该是内奸在带节奏 内奸带节奏 我是内奸我肯定打张忠华 我是内奸我不打我不打贝弥虎 那贝弥虎打死了后面还玩个卵 就打那个张忠华 对吧 打了张忠华以后 张忠华能摸牌 贝弥虎也能摸牌 然后反对就会越加更加去打张忠华 反对打了张忠华以后 这个张忠华肯定挡不住会死 在这过程中张忠华能限制一下反对 然后打的两败俱伤进个五人鱼 再慢慢的控贝弥虎就好 我感觉就贝弥虎这个小身板啊 真的是 反内如果齐心打贝弥虎 贝弥虎早死了 所以肯定是内奸在带节奏打这个张忠华 所以我怀疑是贺齐跟那个 所以我怀疑是贺齐内 哦不对是点尾先打的张忠华 反正这两个人里面有一个内 这个是真反不用看了 这个木马其实没什么好传的 马上就会没有的 这边那个贺齐 两个一个滑色的 哇 这 今天就让你感受一下真正的绝望 这边那个曹仁难道是内奸 不知道 怎么办 深圳的绝望 这个绝望了呀 点尾跳内了 真的是点尾 点尾带头打的张忠华 看不出来这个点尾还挺有思路的 带头打的张忠华 然后反对就打张忠华去 其实打 打贝弥虎贝弥虎早就死了 也就张忠华能挡得住了 哎呀但我们好像还要死 怎么办 拖拐了别拖呀 他怎么又不空顶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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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氏又不空顶 好嘞 让你不空顶啊 两张锦囊 两张锦囊直接废掉曹仁 把曹仁废掉 这个 没废掉 但是也可以了 这徐氏不问挂空顶 直接废了曹仁两张诬陷 哎呀他有英姿了 感觉我们就要死了 这贺琪手上还有俩桃呢 怎么办 简易也被偷了 没了 哎点尾 点尾我劝你 我劝你 这点尾本来是30张牌 跟他没关系的 跟他没关系的 这B29张啊 哇炸发财了 哎 这这发财了 点尾吃了辅助以后脱管了 其实徐氏呢 徐氏可能觉得辅助掉点尾挺赚的 其实不赚的 卑鄙呼摸太多牌了 当然更不能辅助身色 你就当辅助这个技术不存在不算了 这个 怎么会突然多那么多牌的啊 哎呀点尾真惨 好 当场气势 大决斗 没有指曹仁 但前面还是决斗还是可以指曹仁的 啊 你会发现曹仁的那个 那个奎没有用 前面应该指曹仁 指曹仁曹仁也死了 对吧 因为你要锁三个人 只要一个奎就够了 就很多人对 卑鄙呼的这个bug 还不是很了解 卑鄙呼有个bug 就是卑鄙呼 锁两个人 依然可以发动纵魁 所以说刚才那个 所以说刚才那张提索连环 只要用张正华身上的那个 魁就行了 曹仁那个魁是用不上的 最后曹仁那个魁浪费掉了 不过还是一波成功了 打得非常的帅气 很好看 最搞笑的还是那个 那个辅助 哎呀那个辅助真的是太搞笑了 下一把 来 看看这次的忠诚又是森测 森测还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主攻 这边布置 其实有两件装备 但是还是换掉了 这边出了一个无中生友 默默的棋牌了 过河拆桥无懈客机 激康跳中 哎呀这事情不太妙啊 无中还被人拆了 还被人砍了 怎么办 哎呀中乐了 完蛋了 怎么打 一代 又一代的勇者 都选择了 黑暗圣堂之路 又只能走黑暗圣堂之路了 这跟陆星自己不发自己的啊 然后流鞋 哎呀要流鞋把白狮子顺了 就好了 这流鞋怎么办 他要怎么打 铁锁连环 是个反 给了 当场跳钟 当场跳钟 你可太秀了 哎呀但是这个鸡康还是不肯放过我 我估计鸡康是个内奸 你说这个左词是个反吧 啊 这桃圆结义 哎这是什么操作 哎不会吧他们都瞎了吗 这绝对是瞎了呀 瞎了瞎了瞎了都瞎了 完了啊 三国杀不需要势力 这一张 这一张 倒是知道孙策有勾啊 那你没瞎呀 这白亏了一血 白亏了一张无懈可击啊 太亏了 虽说从反的那儿骗了一拨牌 啊 不恋事说我无懈多啊 我就是要惩罚这个叛徒 啊 我要消灭这个异端 这边孙策的这个青龙刀一般是不应该闪的 但是孙策有连弩那就算了 哦 愣是没弄死 神家一 哎呀这个死太监 真的好可恶啊还好 幸好天佑我大清 特别我们要是能跟着天命就好了 这流蝎天命的时候我们能跟着天命那就无敌 那就是永冬鸡了呀 现在孙策很爽 孙策表示非常的爽 哎 流蝎给打死了 流蝎死不瞑目啊 以子之矛公子之盾 这边应该把定判先定判完了在那 这边选择把连弩智霸给神策 然后贴个冰 这个冰为什么不贴啊 这个冰佐词笔给神策摸一张转吧 显然是血转的对不对 应该冰佐词的 挑衅 我记得布列师被那个周瑜反见过的 布列师手里是名字 所以佐词这个挑衅是不是可以换个名字叫找死 这季康早就投敌了不用看了 这边要收这个佐词那只能给他收 我们这条命真的是命远一线 我跟你说这个局啊 别看死两个反的优势不大 不能死中 死了一个中就完蛋 必须在忠诚死之前再干掉一个反 神策竟然决斗给输了 厉害厉害 四件装备 强 又填过 不舒服 还能玩两次 从孙者生 从流者死 暗示啊暗示 然后支霸 再开南蛮入侵 这是已经做好牺牲的准备了 因为我们随时要被这个季康给崩死了 我早已做好了 牺牲的准备 还救 崩出来一个木马 强行没有亏是吧 崩出来一个木马 我感觉孙策有逃的话 除非逃特别多 除非逃特别特别多 否则的话就别救了 还救什么呀 觉醒了自己能活就可以了 这边最后两个钟都保住了 当然是最好的结局 哇 还是没保住呀 还是要死呀 我早已做好了 你就让他死了不就完了吗 壮烈一点吗 对不对 我就想当个烈士 我现在多普通啊 就一个普通的胜利 对吧 你说这个布置打得很好吗 那之前侧谋那把的布置 跟这个布置一比 那还是侧谋那把的布置 不是好看呀 那我要是死了呢 对不对 我死一下会死吗 想当个烈士都不行啊 这念头真的是 好我们看下一句 标咒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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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咒语你可太秀了 可以啊 标咒语怎么来对付这个佐赤祖宫呢 那佐赤祖宫就有过图 已经很厉害了 七手过图 七手过图 神话是哪 直接一刀打上去 这个张松很惨 哎这个小胖 怎么办这个小胖 你说这个小胖 他会是个反贼吗 挣扎吧 在血河岸的深渊里 啊 闪 哎呀 任德州啊 死人相处 火宫 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呢 东吴小四海啊 东吴有大四海 还有小四海 大四海大家耳熟能想 还有小四海 这边有一个任德州 是非 是非 也是非不出来 哎主公你也离线了 完了 离线一个主 跑路一个中 这是修罗难度里的修罗难度吗 地狱难度 啊 还好不是中闪电啊 张松还活着 看到锦囊了 左慈竟然又回来了啊 主视角发现这个难度 他承受不起 把作弊码调回去了 小胖你也回来了 啊 魏军竟然真杀来了 主视角这个作弊码调的不太对劲啊 那毕竟不是个技术宅啊 调过去以后调不回来了 如果张松还活死了倒还好 没死的话 这个还是非常难打 哦 这个 不对啊 不对 这个肯定打的不对 首先啊 这种什么 戏制裁几乎是斧的黄盖 这个是马后炮了 这都算不上是马后炮了 对吧 这就算戏制裁没有斧这个黄盖 你也是先挂青龙刀先去看看能不能砍死春哥的 砍死了春哥在考虑砍黄盖的事情 现在连弩被人拆了 非常的尴尬 只能强行反见死 这手打臭了呀 如果没打死的话张松就没了 还好张松还活着 这个回合打的真的是有点问题 好吧张松还是死了 本来应该是可以干掉春哥的 青龙刀追杀 再加上反剑 青龙刀追杀没杀死 换脸弩九杀黄盖 然后反击唐春华 反正应该是没逃了 这边左辞凤凰几个 而且你看 用青龙刀追杀春哥还有一个很好的地方 就是能把他的闪清光 现在这个春哥愣是没死 感觉这个要翻盘 除非有什么奇迹发生 可是也没有闪电 还中乐了 这个必须添过呀 什么把乐顺了 然后呢 他把顺乐了 他把乐顺了要去转手乐左辞是吧 哇 什么又把周瑜乐上了 添过 裸墨九杀打死黄盖 让你不顺刀 让你不顺刀 反剑 再干掉一个让你不顺刀 让你不顺刀 让你不顺刀 啊 学什么不好 学人家边施 这边左辞刚刚好多一手 不作死就不会死 黄中可能觉得没东西好顺了 不就顺的乐吗对吧 但就是因为没顺这把刀 正好能九杀黄盖 人作死他就真的会死 我只能这么跟你说 人只要作死那就是真的会死 强行反剑啊 是条汉子 这打得很冒险的 但是被他搏进了 真的是非常冒险的 换天香了 我觉得左辞不应该去用那个阴魂 就应该继续用急功 想办法找桃子 就如果身上 如果摸牌就要摸到红黑桃 那就不急功 对吧 那就获了 摸到了红黑 没摸到红黑桃 那你要急功的呀 不然的话你红黑桃没有 他连黑桃都不行 他只能红桃 只能红桃 你说这个阴魂有什么用的 没有任何的用的 这边黄桃也被反剑死了 哎呀 直播刷化身了 反剑打死了三个人是吧 反剑打死三个人直播战弓啊 这个战弓不刷是很难很难拿的 有几个武将的战弓 你要是跟人说这个战弓是我打出来的 除非你把录像放给他看 否则是没有人信的 咒语的反剑就是其中一个 我反正是没有这个战弓 真抢啊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人做死就一定会死 所以小朋友们千万不要学啊 当然还有比咒语更难的 咒语这个属于普通难度 属于属于这个属于普通难 还有还有特别难呢 比如说那个 潘章马中的化身 不是化身 潘章马中那个你给我去刷刷看 你给我去打打看 我给你二十年时间 你只要答应我你不刷 我给你二十年时间 我给你二十年时间 我看你能不能打出来 给你二十年时间 应该是潘马那个是最难的 我给你二十年时间 只要你不是去刷的 二十年时间你都打不出来 不让他认识 不让他来 无中甚有 铁锁连环 恩魂定心 我 体恤善谓 立意舍 这边局面还是比较稳定的 顾所需之人去世 是此生最大的幸福 和抄桥 身份表一下 这个是中 没有谚语出来是吧 小石跑了 又回来了 这是个字顶 应该是没有那种直接跑路的人 应该就是不小心断线了一下 这个白衣狮子可以一直玩下去 这个激昂能算防御剂吗 当然了 激昂这个技能那可是奔学的鼻祖啊 对吧 这可是传说说的奔学鼻祖啊 因为有这样一股武将 他杀别人的摸牌 觉得别人也能摸牌 别人杀他他能摸牌 别人觉得他他也能摸牌 他可以让自己摸牌 也可以让别人摸牌 那么这个男人的就是 为天为道 莫问前程 这边张鲁士内奸啊 好这边 这个奇蜜真挺恶心的 如果夏鲁士能一直给琴蜜补牌的话 这个输出都打不出来 你看这个有夏鲁士在这个琴蜜的牌是少不了的 这边左思有了个尖雄 剑雄也能算防御 算吧 这左思还挺机智的 还好还好 这个万剑不太理智吧 万剑不是很理智啊 因为夏鲁士跟那个琴蜜两个人的闪还是蛮宝贵的 这个万剑齐发反正也打不到人 这边这个张鲁应该防闪电啊 你出来不也是中乐吗 对不对 小心被闪电劈死 现在这两个闪电很暧昧啊 张鲁没有米 张鲁没有控闪电的米 但是反正想劈死也是劈不死的 这就是前面曹植开万剑的锅啊 把夏鲁士的防御给打低了 表面上看这个万剑好像反正也没亏 这个就是隐性亏本啊 这个玩意儿叫沉默成本 这让万剑打出去变成沉默成本 哎哟 这个应该是控过顶的啊 应该是前面给的就是上黑桃6 但是我说了啊 这个闪电现在属于一个半时空状态 就反正想劈主中很难 但是张鲁没有黑桃的话呢 也挺劈于奔命的 现在两个闪电在场上 太有意思了 闪电停住了 但是徐氏手里那个还是会过来的 徐氏还空顶了 但是批不到张鲁的 索性 批不到张鲁的 他怎么空顶都批不到张鲁的 这边夏鲁士前面把顶摸了以后 徐氏有可能会被批的 哎哟我的天哪 这个佐词各种迷选一线 好 这张鲁还是会卖大米的啊 200级的张鲁总算是有点基本功的啊 会卖大米 会卖大米的张鲁就是好张鲁啊 这次有没有 哎黑桃5来了 来看看放什么 哎呀我都会注意到已经扶住了 但是哎呀 不张鲁 吃了 这次有没有 这次有没有 我们要不要 看拨 阿谷 吴 这次有没有 就来 这样 我们要重新的 和 courage 背熬的事 是需要佐斯吃个南满打 八卦镇这个东西总会是很恶心 这徐是一条命 跟佐斯一个桃 那肯定徐是那条命之前 然后曹之只能莫莫投降了 张鲁这一局蛮悲情的 他也算 帅哥你哪位啊 帅哥你哪位 算了我估计这个 今天可能因为节目时间比较长 所以说三国杀要崩溃了 我们要不重启一下吧 也顺便评价一下刚才那句 这个局怎么讲呢 就是张鲁真的很悲情 他看到祖宗被欺负的那么惨 他想了一想也不保留了 想尽一切办法辅佐祖宗 结果眼看着就能够 他自己可能很难赢 但是眼看着能破局了 吃了一发辅助 真的是壮志未愁啊 出世未竭 身陷死 常使英雄泪满精啊 好 这边这个 我们继续啊 继续 好 这次是一个忠诚 二号位的 袁绍 我都想说今天怎么好像没见到袁绍 他就出来了 好 铁锁 反正刷了半天都一般吧 这个 董宇其实也不需要刷防御 这边 这边 甲许不用管打量 这边不怕 不怕射的人很多啊 感觉袁绍没有射的价值了 袁绍 很气啊 索性不射了 这边 顺到了赵云的杀 就敢杀了 还真敢杀 一身正气 没有秉证赵云 觉得亏啊 还是选择给袁绍排了 可以啊 这个 甲许不表 不过袁绍其实也没什么用 他反正单血液就行了 这个局你会发现 袁绍 就是个单血液最好 射不动人的 你看到没有 徐树中 徐树中本来可能也是不想拖袁绍的后腿 这个局面 将面是比较速的 但关键还是要找一个反贼座突破口 你会发现挺难找到这个突破口的 杀真机杀不动 杀赵云也杀不动 刚才 刚才没杀 现在就有了 突破口找到了啊 就是这个张飞啊 突破口张飞在此 哎 漂亮 突破口张飞在此 这边两个钟都不怕射啊 这边 这个吕蒙也是个搞笑的 他前面那点血可以免费掉的 他去出闪了 然后现在又觉醒不了 这个吴骨风灯 也不是很爽 说实话 解锁连环 哎 漂亮 火攻自己 然后指赵云 牛逼 牛逼 然后再把赵云拍死 再跟大家 再跟大家讲解一下 赵云本来就在锁里 锁自己 跟一个反 再连另一个反 然后火攻自己 火攻自己同时还能再指赵云 就能够同时活死张飞跟赵云 一个非常帅的连招 必须要目不转睛的再看 才能看得清楚 如果大家想看回放的话 可以去B站看 当然如果你已经在B站看的话 记得多看两遍 刚才那个瞬间真的挺帅的 然后一个本来满难受的局面 瞬间被打开了 因为就算张飞死了 赵云还活着就很远 结果这个赵云前面没有杀 现在好不容易有杀了 被两个火攻打碎 这边吕蒙觉醒 然后真机处于托管状态 吕蒙也处于托管状态 两个无用之反贼 一看反贼跑了 然后内戒也跑了 这玩意儿就跟多米诺骨牌一样 其实反贼还不是完全没得打 真机至少没那么容易死 吕蒙还一把牌呢 对吧 甲区还有个大呢 总之是能打的 结果这帮人无胆斐累 只会打 只会打顺风 逆风了就不会打了 那玩什么散过他 朱某不能前往 很帅啊很帅 好我们来看下一局 爱情 直接盲放张心采 果然是这个制定方 这种流善盲放一般出现在制定方 这个是忠诚 因为去盲菜夫人 赵云也是找到好的目标了 流善主攻的话 推中也是不错的思路 K点 那么能不能打死呢 并不能 感觉这个心态要死了 完全没法保 不过蔡夫人也被他打散了 我们内界肯定觉得挺舒服的 这蔡夫人还不回血 那就更好的 当然这是赵云的选择 赵云觉得不应该给蔡夫人回血 我觉得 我觉得蔡夫人这打的不对啊 拿个大打死一个一血裸奔 赵心采 这就应该两个装备装起来 给赵云 让赵云给他回血 或者赵云说 我就是要打赵心采 那多打一刀 刘善 你这个穿藤甲就是一二到零 第一圈穿藤甲真的是一二到零 藤甲的作用 一般在第二圈以后 会体现得很明显 第一圈的话 因为大家手牌都很饱满 第一圈大家手牌太饱满了 就是第一圈 主攻很容易中乐 这都是个常识了 对吧 为什么 因为大家手牌都饱满 七手 七手每个人 每个反都有六张 至少六张 每个反都至少六张 那同样的 主中内也是 每个人至少六张 他们从那里面掏张火杀火龙都不可能 这边这个区域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竟敢打赵云 大家注意啊 这个区域是 伏击不了这个赵云呢 伏击不了这个赵云呢 并不能伏击赵云 但是这个赵云真没有 这边其实主视角还是没有 暂时还不能保留实力 这边马良很厉害的 马良跟那个赵云 在一起的话很厉害的 马良每回合给赵云一张杀 你什么时候能够杀掉赵云 这边刘山是自己动了 当然他这个牌不自己动 能怎么样呢 这边貂云因为有白衣狮子 所以决定掉血 竟然马良给弄死了 不错 马良是心头大坏 哎呦 主公竟然错信了我们啊 于一身明鉴 尽错看于你 好机会来了 怎么打呢 这个牌怎么样打 才能打得更好呢 木马里先放一张闪 把张之王乐上 反向离剑发动焦姿 啊可以再看南蛮入侵 这个 哎呀这个区域是真没杀呀 一个决斗打死区域 死了以后来一个翻天两杀 张之华 张之华当场去世 又是一个回合很帅的操作 然后刘山一看 哎 我的忠诚呢 刚才放这里这么大一个 我两边的反贼呢 刚才放这里这么大两个 我的木马 我的木马我要亲手毁了他 然后刘山还没有到投降的时候 只能默默的败倒在掉蝉的石榴群下来 夜夜观歌舞 最我灰柔香的眼睛 今朝游戏 其实可以投了啊 但是来不及了 刚才那个离剑 其实有一点点就是离剑是没问题的 因为离剑流善跟那个 离剑流善跟区域不怕区域有杀 区域肯定不敢杀流善 对吧 但是南蛮入七的时候区域也没杀 这个是巧合 但是这种巧合并不代表主视角 就是运气 因为他后面还有南蛮跟九 他可以九三杀的 区暴牌比较多 当然了 刘山送了个木马 刘山没送木马的话呢 这个这一手 不至于这么漂亮 对吧 毕竟还是刘山的木马送了一程 我们来看下一局 这次是一个蔡文基主攻 李如啊李如 这个肯定是要刷铁锁的 没刷到 无中生有 顺手牵羊 难蛮入侵 杀 难蛮入侵 杀 无懈可击 叔父也不过如此吧 这熟悉的文字 承载着父亲的记忆 这边这个蔡文基 还是可惜了 没能开出两个南蛮 不知道他这个南蛮是 后面拿到的 还是一开始就有的 一开始就有的话 他不开两个南蛮 真的是好可惜 没想到大乔适中 哎呦我的天哪 还好 他没有乐我们 我还怕他乐我们呢 谁有权利 看这个刘邪了 有可能是刘邪中大桥内 很有可能 既然无路可走 先虚报一张 我闭上被在说 这个黑锦囊 刘邪啊 很好 非常好 拼输了 这个乐中了就很棒 这个蔡文基 也没什么牌可以出嘛 木马也传了 这个基本上木马是送内奸了 还要打九杀 你这杀得中吗 杀不中这个蔡文基 真的太 真的很臭 我怀疑一开始 那个南蛮他可以双开 他就是没开 探无中探顺手 结果这一手不知道在搞毛 要我说这个牌要打 就直接两黑杀 诸葛克 琴蜜如果要挡 必须拿自己的手牌挡 很伤 你就相当于两杀去拆琴蜜 然后满手牌过 对吧 你这个样子 你让李如怎么办 这个大永远也放不出来了 完全就是坑李如 火杀 大乔竟然没有留理我们 这么好心 但是肯定是大乔内了 大乔没有把木马传过来 很难打 这个怎么弄呢 怎么弄呢 想了半天 还是准备强行放大马 杀一刀留血 放大 又是一个妙手 是的没错 传说中的三连妙手 诸葛克 做梦也没有想到 自己竟然会死在一个 裸奔的流血的身上 然后琴蜜也得死 琴蜜 琴蜜不死 也得死 然后 曹瑞也得死 一个非常巧妙的一手 这个玩意就跟解题一样 这个玩意就跟解题一样 就是这些打出来 就完全是在 你高考的时候 数学或者物理 最后那道大体 这种就是在三国杀里面 比较高难度的操作了 你要能够想得到才行 当然了 很多人可能 如果自己 自己玩的话 很多打法是 永远想不到的 那怎么办呢 看百坑讲坛可以 拓宽你的视野 不会没关系 我教你就是了 值得大家学习 拓宽思路 那么这边其实我们 我们眼里大桥是名内的 打死我我也不信流邪内的 而且流邪内特别好办 俩决策就死了 主攻在最后关头还算理智 没有去管中内厮杀的事情 选择自己在那边恢复 很不错 最终是 这三局 非常的好看 非常的好看 可以说是 这一期的正场之宝了 好 我们来看下一局 也是非常感谢这三位观众 三位投稿者 这三位玩家带给大家的 优秀的稿件 这边夏侯敦啊 老子打的就是金睿啊 夏侯敦是金睿啊 老子打的就是金睿 直接气白银柿子 可以可以啊 夏侯敦气的呀 那个气急败坏啊 夏侯敦说 反正不是我送的觉醒 你们谁爱送谁送 不是我送的觉醒 你们谁爱送谁送 能看到你的灵魂在颤抖 小女才疏学浅 此人肆意放军见效 必有意志 这个也是反 中慧大概是内吧 中慧还中兵了 这个开五谷啊 我们现在就 他都不拿刀送我们觉醒 肯定是内啊 反正都在这半边 这个位置开五谷不相反 这边是夏侯敦的bug啊 大家都司空见惯了 应该是内奸 忠臣的话就拿刀来砍我们 而且忠会总会内 忠臣啊 快出来吧 快出来吧 这个是反 八 不知道是不是诸葛口内间 忠会忠啊 我不知道 忠会忠我见多了啊 不缺这一个 小敦 小敦说 反正不是我送觉醒 谁爱送谁送 哎呀黄忠你要送了 黄忠竟然真杀来了 不不不 这是反 怎么办 哎呦 这样啊 这样咱有逃啊 不怕 被迷糊摸了好多牌 这被迷糊是中 摸了好多牌 大家注意到没有 有人可能会问 哎 这个黄忠为什么没有杀声测啊 这是今天的课后作业啊 黄忠为什么没有杀声测 这是今天的课后作业 好 这边非迷糊怎么办 传个闪过来吗 闪都不传啊 他要他要他要看南蛮 这个南蛮是送 忠会觉醒的 拆官师傅 其实王一把刀也得拆 要拆东西太多了 王一把刀还拆不掉 只能拆这个冠师傅 太难打了 这边 这边应该是诸葛国内吧 不知道啊 这宗会 好歹是觉醒了 威胁的果然是内击的 哎呦 我谢谢你一家门了呀 你老自个儿留着吧 你没用过中会吗 你敢在孙侧头上拉屎 你敢在孙侧头上拉屎 那间 忍不住了是吧 这到底是不是内奸啊 不知道啊 准备好 可能是个真反吧 不知道是不是 不知道到底是什么鬼 再说吧 串个藤家 这个东西也是实在是没办法的 接到杀人 战 啊 原来是你小子 是你把黄军呸 是你把鬼子引到这儿来的 是你把鬼子引到这儿来的 闹了半天还是个 闹了半天还是个被蜜狐内奸 然后中会 黄州去救中诊 这个是被蜜狐内奸啊 这被蜜狐跳内的 黄州拿逃去救中诊 可以可以 这夏娃敦好像装了也没什么错啊 夏娃敦装了也没什么错 这边被蜜狐收不到诸葛果的人头了 看到一九一桃你不拆九头 你不拆手牌啊 看到一九一桃不拆手牌 也不拆藤甲 那无敌了呀 对吧 这夏娃敦更顺侧 现在的接下奥特真牛 诶真的 现在的接下奥特真牛啊 现在接下奥特好牛啊 好了那么今天的这个百坑讲坛啊 是所有的局内是给大家讲到这里的 那么在这个 在这期的最后呢 也是最后祝福一下各位考生吧 我是希望看到这里的时候呢 所有的这个考生呢 是已经考完了才看到这里 讲到你今天这局 今天这一期还是比较刺激的 如果要是你看了今天这一期去高考的话呢 我无法保证你在高考上可以有很好的发挥 但如果要是你考完试以后来看 我我相信你可以在查分的那天有很好的发挥 好了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那么今天的百科小男给大家放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啊 明天是低过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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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